这里是浙江义乌重山村 在这面墙上刻写着浙江义乌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名字 500多名幸存者中已经有300多人死去 而且还有人在不断地死去 这将意味着那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最终将失去所有的证人 王璇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一个偶然的消息 却让她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2005年7月19日 日本东京最高法院二审判决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百速不支持受害者的赔偿要求 这一天迈着沉重的脚步 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璇 再一次回到了这里 敢出生的就是说受害者去世了 受害者去世 然后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性有余余力不足 这是很惋惜的 因为这个历史随着一个人的去世的话 在他去世以前你还没有把他详细的调查记录下来的话 那就说随着这个人的去世 一段历史就没有了 就成为永久的空白 1987年 35岁的王璇随丈夫一起来到日本留学 获得了日本祝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93年我的留学生活告一个段落在日本 然后94年就有一个工作 我就搬到一个离开东京比较远的一个 离开神户很近的一个小城市 叫记录 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古老的城市 因为我爱人在那边办了一个贸易公司在日本 到94年的时候呢 当地有一个公司 供用我做日本中国的商务研究吧 不需要每天上班的 我觉得我自己生活应该说因为比较暗定一些吧 我就会活 但是我还在寻找自己喜欢做的工作 因为其他那些工作 对我来说我都不是自己的知晓 在日本的学习结束后 王璇想要去美国或英国深造 但最终因为没有获得签证而只有放弃 失落之下回国散心的王璇 回到了他的老家浙江义乌重山村 回到我们村子 我们亲戚的话叫我妹妹 或者有的叫我选 他说农民嘛就是很兴起的 日本人来调查了 鼠疫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村子里人都知道那个时候 战争期间42年的时候日本人放鼠疫吧 村子里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我说是吧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要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赔偿 因为鼠疫的事情 然后我还问他们 我说的政府不是已经放弃赔偿了吗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 他说这是不一样的 他们说政府放弃的是国家间的赔偿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对受害者个人的赔偿 然后他们就跟我商量 应该怎么样打官司 怎么样就是跟 我当时就说 我说我什么样的日本人来调查的 我就很想知道 要想跟这些日本人取得联系 再次回到日本的王选 开始寻找那些去过崇山村 掉踏西军站的日本人 可是整整一年过去了 王选却一无所获 95年的8月3号 那天我有一天翻报纸 8月7号我要回国的本来 翻报纸我在看报纸上的新闻 突然一下子看到一条新闻 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说 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 在中国哈尔滨召开 其中提到王选的家乡 浙江一无崇山村 有三个村民代表 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 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和赔偿的要求 我一看这个三个人的名字里头 其中有一个刚好是我一个比较轻的一个叔叔 以前我父亲把他带到上海去工作的 我小时候他经常到我们家里来的 就看到了 而且就是他跟我说的 要跟日本人打关系 看到我就特别的 那个 一下子就很兴奋 赶紧就给报纸打电话 这则报道还提到 参加会议的几名日本人 将在近期内再次赴崇山村 调查鼠疫的有关情况 然后我就找到这个文章里头的两个日本人 其中一个 他有他的工作单位 我找到工作单位 再找到他们家里 他们家里说他8月5号回来 我记得很清楚的 8月5号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 让我那时候再打电话 然后我8月5号就跟他联系上 联系上以后 他也很痴心 然后呢 我就跟他讲了几句话 我记得 第一 我说我是中国的留学生 那个时候刚刚读完书嘛 他就 我是崇山人 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 我有义务 尽我最大的能力 当时的王璇还不会想到 1995年8月3日 这则关于调查日军细菌战的新闻 将彻底的改写 他的人生轨迹 那个时候呢 他们去崇山人调查 他们就决定支持崇山人 在日本的法庭起诉 但是为了这个要进行起诉 他们必须要进行非常详实的调查 那么所以呢 他们就找了日本的律师 到崇山村去进行调查 那么这个日本的律师去崇山村 是1995年的12月份 我跟他们一起去的 我是先投部队 先回国 然后再到崇山村去做农民的思想工作 王璇的家乡 浙江一屋崇山村 1942年的一天 一架日军飞机 滴滴地飞过这里的上空 十几天后 村子里爆发了可怕的瘟疫 四百多人痛苦地死去 无辜的人们当时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 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 把这里变成了活体解剖的实验场 1952年 王璇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干部家庭 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17岁时 王璇回到崇山村插队 和村民们一起劳动生活了四年 关于蜀疫灾难 活体解剖等日军暴行的往事 深深影响着王璇 大学毕业后王璇回到义乌市 当了八年英语老师 1987年去日本留学 家乡的亲情 乡亲们的遭遇 一直都萦绕在王璇的心头 挥之不去 此次先行回国的王璇 决定在村里成立一个细菌站调查委员会 我就跟村民讲 我说我们成立一个细菌站村民调查委 本来呢他们说要成立一个索赔委员会 我说不要成立索赔委员会 我说索赔索赔 这个词我就不太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词 我说不要提索赔好像比较 比较刺激吧 而且你即使要索赔的话 你必须要先把事事搞清楚 1931年9月18日 日军入侵中国东北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东北 甚至包括中国和整个东亚 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公民圈 面对复原广阔 人口众多和日本的资源相对匮乏 于是他们想到了细菌站 他叫施景四郎 细菌站的积极鼓吹者 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医学系 他提出了把细菌当作武器 用于战争的系统想法 因为崇山这个属于的农民 都认为是日本人放的细菌引起的 那么这件事情跟731部队有什么关系 整个日军的细菌站有什么关系 因为日本吧 他一般来说731部队 731这个词 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名词了 指的是整个日本在二战期间 在中国的细菌站 它就叫731 1936年 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 一个叫平房的小镇 出现了一支日军秘密部队 专门从事生化细菌站的研究工作 根据日本天皇下达的第一道斥令 石井四郎在这里建立了席军部队 这支部队在军优地址部上 出现的名字就是 满洲第731部队 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也不是知道的很清楚 当时所有的中国人 如果说你只是讲索赔的话 你把一个要求 对权力的要求 就是都放到这个赔偿上面了 其实赔偿只是日本政府 承担这个细菌站的问题的责任的 其中的一部分 一部分他要做出赔偿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责任他要承担的 你比如说 日本政府也应该对事实进行调查 对吧 然后他应该公开相关的资料 他或者他应该谢罪 所以经济赔偿 是最后这一点 因为经济赔偿是一个法律上 比较复杂的问题 它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的 但是所以呢 我一开始我想 我跟村民说 我们不要把这个委员会 叫索赔委员会 可能道理就在这个上面 王选说 他的背后始终有一双眼睛 那就是自己的父亲 父亲是从事法律工作的 在王选小时候 父亲曾给他讲过 八位亲人在日军来过村子后 蹊跷地死去 15年的王选 只把这当成一个故事来听 40岁后 王选才真正了解了这段历史 1995年12月寒假期间 一行来自日本的和平人士 在浙江义乌重山村 开始调查西军战 这些日本人都是 怎么说呢 你说他是和平人士吧 或者说叫他是左翼也可以 左翼也可以 就是实际上是左翼的 反战 反战 他们日本有一个很大的和平运动 在94年代的时候是非常的高潮的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 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社团组织 就是说 他这个社团组织普通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说 就像一个茶道啊 花道啊 就是插花玛技艺术 这些妇女的这些 这些小团体一样的普遍 经过两年紧张繁琐的调查取证 1997年8月17日 由王璇等180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 在日本东京地方高级法院提起诉讼 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 王璇显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97年8月17日 今晚到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努力 在中国民反省上用了 判断被判断 绝对那是人类的分威 因为人类的分威 是否会被赦罪 1998年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 开庭审理 清华日军西军战 中国受害者诉讼一案 由于王璇本人 也是西军战受害者家属 中国第一批180名原告起诉时 一致推举王璇 担任原告代表团团长 现在我觉得角度已经 自己都觉得很遥远了 我们一生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我是不大往后看的 都是往前看的 忙着现在眼前的事情 接下去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 应该说我们还是很认真吧 做得很认真吧 自己开庭到现在 开了40次了 我们那个一审的话 连判决是28次开庭 还有起诉一次 起诉就是说 拿到那个法庭去 当然没有开庭 揭露这桑罪恶 调查取证 最重要也最艰难 而原日军西军部队成员的供词 则是重中之重 在日本有人的帮助下 王璇一次次的寻访当年的日本老兵 终于 远731部队的老兵小种梁雄 愿意为中国原告作证 其他一部队 一个老兵小组梁雄给我们作证 我们这个案子里面是讲到鼠疫 鼠疫的手汗 习军战鼠疫的手汗 他是培养过鼠疫军的 他也培养过探区 他培养鼠疫军 培养套早 然后呢 用过自己培养的鼠疫军 去做过人体实验 然后还参加过活体解剖 所以就让他来做 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然后他了解 就是南下作战的时候 日本军队把鼠疫军带到浙江那一带去撒 他也知道一些事情 他作为一个旁证 所以他给我们作证 1939年的一天 一名征兵员来到了一所中学 在随后的录取考试中 小种梁雄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那一年他只有15岁 随后他来到中国 被分配到了石井四郎的731部队 这么大的一个罪恶心 只有两个部队 其他部队两个队员 在法庭上曾经出来作文字 你要知道 日军的西军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罪恶 他的西军部队的成员 至少有一万人以上 至少有一万人以上的 一支大的军队 在这里专门从事 对啊 那这个当然当然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处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有一个人出来作证 也非常重要 对不对 像小种梁雄的作证的话 现在整个国际的媒体 都是用他的政策 也没有比他更好的政策了 但同时你也要看到 其他部队在战争战败的时候 还有三千多人的 他的编制里头 还不包括就是说 他每年的他调动 人员的调动 另一位愿意为中国原告作证的 日本老兵叫松本正一 过去是飞行员 参加过当年石井四郎领导的 空中远政队 七三洋部队航空班的班员 松本正一 他是参加这个南下的撒播的 但是他说细菌他没有撒 他是运输 但是他讲了他们撒播的这些事情 所以整个的 从细菌的培养 到跳蚤的培养 到人体实验 活体解剖 一直到撒播细菌 都是这一个过程都有人做证了 还有包括 证据的掩盖 也有日本的原来的军人 高级的军人 他的材料给我们作为证据的 那也有就是我们义乌当地的军医 驻军 他的日记 也是我们的证据 因为他知道 在我们在当地的搞的一些 跟细菌战有关的活动 1945年8月 杀死了囚犯 炸毁了建筑 消灭了一切证据 石井四郎和731部队 匆匆逃回了日本 在日本金泽的神社里 731部队就地解散 石井四郎威胁所有成员 要把细菌战的秘密 带到坟墓里去 而随后 石井四郎却和美国人 达成了一项交易 他把731部队 在中国的活体试验资料 交给了美国人 而美国人则承诺 不把石井四郎这个战争的恶魔 送上东京战犯法庭 石井四郎就这样逃脱了审判 细菌战也从此成为秘密 十年来王选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收集细菌战的有关资料 他已经去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很多地方 我觉得我以前说过一句话 我说知道了以后就不能被我申请 我不能食言 我做这个事情 确实是这样 这个受害者 如果你不为他们去做的话 就没有人去做了 所以你如果知道了 有这样的事情 你明白应该怎么去做 那只有去做了 你不可能就说明明知道了 又不去做 怎么可能不去做呢 所以你不去做 你晚上睡觉就睡不着 1998年开始 王选的身后一直跟随着 古稀之年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 官司历经八年 部分原告和证人已经去世 他的那支告状大军 人数也变得越来越少 我们浙江的那个烂角的受害者 去年吧 看到我就一句话 他说王选 他说十大一死了 哎呀我真的 昨天晚上睡觉 我还想起他那句话呢 他到现在说话那时候 神情 声音我还记得呢 心里就是很难过 我想 他这个老头 他自己去年也是 前年 而不是去年是 今年是 今年夏天 去年加拿大的教师代表团 来看受害者的时候 他还在 介绍他 已经很弱了 今年我去的时候 就说已经死了 问题就是说 中国有那么多的 细菌栈的受害地 要搞调查 我刚刚九月初的时候 去过山东吧 调查 现在我在跟他们一起搞 一个山东的调查计划 也很费劲的 跟他们那个学者 我还得不断地 他写东西 我得不断地给他提意见 要讨论 刚才我又打电话 昨天我又打电话 他打电话 也打不着他的人 所以就是说 我不是山东人 但是我比他们山东人着急 他们不着急 我就不知道 怎么一回事情 因为你如果再不抓紧 时间调查的话 就这个历史就没了 在这群人中间 只有王选一个中国人 其他的都是日北 他们跟随王选 在中国奔波了很多年 也到过很多地方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这个诉讼 现在已经 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 还有东京高等法院 已经做出判决了 对这个事实做出认定了 但是日本政府没有表态 没有任何表态 在这个问题上 他也不说有这个事实 也不说没有这个事实 那么我也讲到 我跟日本人在交换意见的时候 我也讲到我说赔偿只是承担责任 其中的一种形式 当然你说承担责任 其中应该包括赔偿 赔偿不等于是承担责任 但承担责任包括赔偿 2002年8月27日 经过五年多法庭调查 和27次庭审 日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 中国受害者败诉 但也第一次判定了 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 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长期被掩盖的肮脏真相 终于被认定 日本政府没有承认过 吸菌武器的使用 就不需要承认它 包括七三一部队 他们在那个东京教育大学 那个家勇三郎的教科书的诉讼 打了三十几年的关系 最后法院的判决就是说 就是说不应该删除 他认为删除当时学术界 他说已经有定论了 七三一部队的存在 还有用人体做实验 是这么样的事讲 但是这是法院的判决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这么一个级别的法庭 承认了这么一个事实 也就意味着国家承认了这个事实 将来包括国会 包括政府机构的官员 就不能发表一些 与此相违背的言论了 有了这么一个重大的意义 作为中国一个民间 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 十年间王选说 他已经竭尽全力 但仍有很多问题 使他力所不能及 集资非常的困难 我们西军站这个诉讼 从98年7月份夏天为止 这个最早的这个三次开厅 还有97年的起诉 是日本 刚才我讲的日本和平运动 支持我们的费用以外 从那以后 就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费用 但我的费用 基本上都是自己的 所以全部你说这几年 都要我去弄钱 然后华侨他总觉得 王选又来要钱了 我有的时候没有钱垫了 我就我妈借钱 垫出来 他们过了很长时间 才把钱给我汇过来 你说这个周转 我要把自己银行 所有的钱拿出来 来来来给他们那个 那时候我在国内 住的地方都没有 住在我妈那里 睡在沙发上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乔奥威尔曾说 谁掌握了历史 谁就掌握了未来 但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 历史上人民的苦难 远远还没有被调查出来 王选完全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 清静而悠闲 但是因为这段不该忘却的历史 他却无法卸下自己的担当 现在很多人说我不是人间烟火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就是说第一 我只有一个人 第二 我还是一个人 第三 我还是一个人 我的时间和精力就越来越少了 我还是这么忙 已经到时候东西跑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现在就是说 自己生活中最大的一个内容之一 我现在我就觉得是保持身体健康 自己就是能够工作的年龄吧 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 能够工作的年龄 能够尽量能够长一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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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